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近日談 我是林秀琴 首先聚焦美國大選還有兩個多月就要登場 特朗普近期對華使出的攻勢越發凌厲 更是花招百出 像是封殺在美國的中國互聯網企業 同時也就香港國安法針對像是內地和部分的香港官員 發出所謂的制裁之後 如今它又有了新招 這一回美國是以南海軍事化為理由 將24家的中國公司列入到實體名單 更要對部分的中國公民要實施簽證的控制 所以怎麼樣來看 美國一再使出所謂的對華制裁行動 相關話題今天節目現場我要請教的是 吳學蘭女士帶來她的觀點和分析 吳女士你好 你好 秀琴 吳女士 首先怎麼解讀特朗普不斷在使出的 對華的新的制裁 這一會又繼續地建制南海 發起所謂的南海制裁攻勢呢 應該說美國是非常喜歡搞制裁的一個國家 今天還有一個很新的消息說 美國要制裁俄羅斯搞疫苗 搞新冠肺炎疫苗的那些機構 說他們在搞生化武器 就根本沒有道理也沒有什麼邏輯 但是他太愛揮舞他的制裁大棒了 那麼為什麼在南海美國又有一些新的進程 因為美國最近從7月份開始 就在南海不斷地打出各種牌 首先有軍演牌 然後現在又是制裁牌 當然最關鍵的就是7月13號的時候 美國的國務卿蓬佩奧關於南海有一個表態 應該說這是美國政府最近四年來第一次 非常清楚地在南海問題上選邊站 那他當時說中國在南海的行為是霸凌 所以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的鄰國 以及國際社會對中國在南海的動作 等於是不能容忍的 所以美國就要出來所謂的主持正義 這之後我們就看到 你看7月份的時候 美國在南海甚至是搞了雙航母演習 這雙航母演習上一次還是2014年 時隔6年又一次搞 並且7月份不是只搞一次 而是只搞了兩次 當然在美國搞雙航母演習之前 其實是我們中國軍隊在南海進行軍演 但說句大實話 中國人民解放軍什麼時候想在中國 什麼地方進行什麼樣規模的一個演習 那都是應該的 因為是中國的地盤上 對不對 但美國你跑到我們的南海來 要無揚威 這就是一種霸道邏輯 應該說是毫無道理的 那同樣這次呢 美國對於南海有關24家企業的 一個制裁 中國外交部也給予了回應 還是說的 還是用的這個詞 那就是霸道邏輯 毫無道理 其實這個詞真的在美國最近 一系列動作上都是可以來套用的 那這次美國究竟制裁的公司 是什麼樣的呢 其實看了這個名單我就注意到 24家企業裡面呢 有5家都和中國交通建設集團 有限公司有關係 是中交界下面的子公司 你想 二十四分之五 美國對它是相當重視 那可想而知啊 估計這個企業呢 在這個工程建設領域 就好比說華為之餘5G 以及TikTok之餘一些媒體領域 它的這個地位是非常的重要 那中交界的確啊 它有一個別稱 綽號叫什麼呢 叫基建狂魔 因為它在基建方面的能力 實在太強了 你比如說港州澳大橋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因為已經被英國媒體封為 世界新的七大奇蹟之一 再比如說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 以及科倫坡的海港城等 國際知名項目呢 都是中交界在成建的 再有呢 中交界手裡有很多國之重器 那尤其是在海南造島嘛 這次美國不是盯準了 說中國在海南是有這個軍事化的行為 或者說幫助中國軍隊進行了島礁建設 那這個我剛才說到中交界 它有兩款非常牛的國之重器 一個呢是叫天坤號 它是這種西角形的挖泥船 另外還有一種是叫俊陽一 是什麼呢 爬西式的 這樣的一種挖泥船 這種吹船造島能力非常強的國之重器 應該講早就被美國盯上了 而且中交界這個公司呢 它的實力也真的是相當強大 包括它在業內的影響力 就在差不多一個星期前 當地時間8月20號 那在工程界也有一個 它們業內的奧斯卡評選 就是整個全球承包商排行榜上 中交界排到了中國第一 全球第四 但是在這個榜上的前十名 可沒有美國企業 中國企業倒是上榜的不少 所以又是這樣一家 讓美國非常頭痛的公司 可想而知啊 不得不對它會制裁大榜 更何況中交界和美國呢 還有過正面交鋒 2018年的時候 美國出台了什麼呢 國防授權法案 當時就盯上了 中國在南海造島的行為 這個國防授權法案說呢 一旦我們這個法案通過第二天開始 中國就不得在南海繼續造島了 可是第二天 我們剛才說的這個天坤號 國之重器 它就繼續在那裡造島了 你想想那美國對它 豈不就是恨得咬牙切齒 因為真的拿它也沒有什麼辦法 而且就在去年5月的時候呢 美國這個參議員盧比奧 醜名昭著的盧比奧 也是多次被中國制裁的 他就鼓吹說 一定要呢在中國的東海以及南海的 有一些準軍事化的行為 要對相關的企業和個人 來進行一個制裁 所以到現在 這個制裁大棒終於是揮舞到位了 包括24家有關的企業 以及12名中國公民 相信這12名中國公民呢 就是這些企業的一個負責人 是禁止這些人入境美國 當然以後很可能呢 這個制裁的範圍會更大一些 比如說他們的直系親屬也會受到影響 但最近網民都說那麼無所謂 美國嘛 本來也不想去 疫情的免重不去也就不去了 所以美國這個制裁的力度究竟有多大 現在看不出來 只能說它的招數也並不是很多 所以象徵性的制裁 今天治這個國家 明天治那個國家 它用用吧 反正就是那種強盜邏輯 不講道理 秀琴 所以美國這種一連串 對中國制裁打壓的行動 是否傷害別人 同時也是對自己的一種傷害 又會對美國自己 帶來怎麼樣的一種負面影響呢 其實真的就是殺敵一千 自損八百 甚至有的時候可能是殺敵八百 自損一千 你剛才節目開頭就提到 TikTok也是受到了美國的一個制裁 那最近其實美國在就TikTok 是不是影響了 就是美國限制TikTok 是不是影響美國人 以及美國企業的活動呢 進行了很多的一個調研 包括在上海的美國企業商會 也調研 很多企業就說 確實他們覺得美國禁了 包括TikTok以及微信之後 美國在全球的 企業在全球的一個營收 是會受到影響 包括禁止使用微信之後 他們的推銷都會變得很難 因為在華人世界裡 大家用微信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呢 現在你說不能用微信了 那大家馬上轉用 什麼樣的一種通信方式呢 很難來選有微信 這麼好用的一個東西 所以從這個角度講呢 美國的企業也好 個人也好呢 在經營 在生活方面 肯定會有一些不方便 那再說大一點啊 就是中美經貿本來聯繫 是非常之密切的 那美國硬生生地要脫鉤 都對美國來講絕對是有損失的 最近也是在美國啊 有很多關於中資企業的一個調查 他們就說本來中資企業 可以給美國帶去很多東西 一來是什麼呢 可以給美國解決就業 尤其在疫情期間啊 美國的失業人口又達到了 上世紀30年代的一個高 這樣很高的一個位置 那如果說呢 再限制中國企業 在美國的一些活動呢 其實對於美國就業來說 是很糟糕的 另外一點呢 中國企業可以給美國補短板 比如剛才我們提到了 我們的中交界 或者類似的一些在基建領域 非常牛的中國企業 他們可以去幫美國 搞基礎設施的建設 那我想啊大家現在 有時候去美國旅遊呢 會有這樣的一種感慨 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 是超級大國 可美國的很多基礎設施 比起中國來說 它落後的很厲害 哪怕是這個 每天出行要坐的地鐵 真的是跟中國比啊 完全比不上 那美國也需要基礎設施的建設 這是中國的強項啊 中國搞基礎設施建設 一向就是性價比非常好 那如果全球招標的話 很難有哪個國家的企業 能夠把中國給贏了 這也是一方面 那再有其實你看包括 中美經貿協議第一階段的 落實過程當中呢 美國農民也鬆一口氣 就覺得接著談 而且中國可以增加購買 美國的農產品啊 包括美國的能源 其實呢中國也在 不斷地增加一個購買 這本身也是可以給美國 直接就帶去一些紅利的 那還有就是 現在美國這個制裁大棒 或者說對中國的禁止行為啊 這範圍越來越寬 也包括到人文的交流 那最近我也看到啊 最新的一個發布就是說 美國似乎想把所有中國 在美國的和中國人民解放軍 有關的人員統統都要請出美國 其實中國人民解放軍 和美國之間的一些交流 尤其是學術交流 不僅是公開的光明正大的 而且是歷史悠久的 對於兩國的交往來說呢 也是有幫助的 可如果類似的項目 統統都要停下來的話 你想對美國來說會是一件好事嗎 你很多一些領域的交流沒有了 那個領域的進步呢 也可能就是一句空話了 再比方說美國下手最狠的 就是中國的華為芯片 對吧 美國說不讓華為去買美國的芯片 這難道對於比如說美國高通來說 就是一件好事嗎 不要忘了在芯片這個領域 一來華為如果去買高通的芯片 那高通馬上是真金白銀 可以進入它的囊中 包括呢就業都會是一個 比較漂亮的數據 最關鍵的一點是像芯片 這樣的高科技的一些東西呢 它要利用的什麼呢 是一個大數據 那就是華為這邊市場非常的龐大 我們有很多用戶的相關的數據 不是說個人隱私 而是技術方面的一些數據 得有這樣大的一個盤子 然後呢在芯片製造過程當中 它是作為一種基礎的 那如果說你不和華為進行合作 你放棄中國這麼龐大的 一個14億人口的市場 其實呢今後高通在技術方面的進步 它也是自己在卡自己的脖子 你沒有了一種推動力 你沒有了一個基礎的大數據 那我想啊在全球競爭的過程當中呢 高通就要被其他的一些企業 很有可能會被他們拉下來 所以呢美國的制裁 眼下肯定對於中國的企業 會有一些影響 方方面面的影響 但是對於美國來說 無論是一個利潤 無論是今後全球的一個影響力 那包括整個美國企業 在全球的市場佔有率 其實也都會受到影響 當然我說的還是一些 離我們百姓生活比較近的東西 那要說到政治層面 中美之間的交惡 中美關係跌到歷史冰點 那大家也很清楚 其實對於美國的長遠發展來說 這不是一件好事 它不是說遏制中國 打壓中國 它就真的能夠讓中國被控制住 或者說真的聽美國的話 不是這樣 很可能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 由於它過於用力地去打壓中國 反而讓大家看清楚 美國的一種空虛 美國內心的不自信 以及美國霸權思維的濫用 使得美國的那些盟友呢 離它會越來越遠 所以呢濫用制裁 對於美國來說自身 也會有所損失 秀琴 好 我們謝謝吳女士的分析 所以呢 特朗普呢 在對中國使出極限施壓和制裁 恐怕最後不會挽救自己的選情 反而會惹來美國民眾更大的反感 我們謝謝吳女士的分析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關注的是美國共和黨大會接續登場 如何成為特朗普自己的吹牛大會呢 回來繼續為您分析 稍後見 歡迎回來 美國總統大選呢 將會在11月3號登場 美國共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在當地時間的24號開始 一連四天都在舉行 如今的共和黨大會 進入到第三天的時間 副總統彭茲就在大會上呢 正式接受了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的正式提名 同時我們注意到呢 在中東出訪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他透過了影片 也為特朗普來助威拉票 所以現在美國媒體呢 都在連番質疑 特朗普呢 在共和黨大會的期間 是在濫用自己的白宮資源 來謀求自己的政治私利 我們先來看一下 美國媒體是如何評斷 這一次的共和黨大會的 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進入第三天 但正在逼近南部沿岸的颶風 以及威斯康辛州警察 開槍機上黑人男子 進一步引發美國籃球 和棒球賽事推遲 以表抗議 都在給共和黨大會蒙上陰影 也在給美國總統特朗普 和副總統彭茲增添壓力 而特朗普在大會期間 大肆利用白宮作為政治舞台 也受到爭議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報導 雖然歷任總統在位期間 都會利用職權為大選助攻 但從沒有像特朗普一樣 明目張膽濫用聯邦資源 謀求政治利益 包括日前在白宮特赦罪犯 舉行移民入籍一事 以及讓原本因持中立態度的國務卿 在公費出訪期間為總統背書 這已經違反政府部門 不得介入大選或黨派活動的規定 但白宮幕僚長梅多斯 26日接受採訪時表示 沒有人真正在乎這一點 也沒有人會受到懲罰 目前距離美國2020總統大選 還有兩個多月 特朗普反覆強調 有外國勢力會在郵寄選票的過程中 做手腳 操縱選舉 但負責保障大選安全的 美國情報部門則表示 沒有信息顯示 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其他國家 在企圖破壞郵寄選票程序 富宏博視綜合報導 特朗普陣營是接連出動的 一些重量級人物來站台 就是要營造共和黨大會上的勝選氣氛 向話題繼續請教吳雪蘭女士 吳女士 首先你怎麼 特朗普在這一次共和黨大會上的表現 應該說 特朗普是努力把這一次 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辦成他個人的秀場 一般來說 根據慣例 總統候選人都是最後一天在閃爍登場 有壓軸的效果 但是特朗普根本是等不到最後一天 從第一天開始 第二天一樣 他每天都要出來 他一定要站穩這個C位 所以就像剛才新聞片中其實也提到了 特朗普是真急了 手裡能夠用什麼樣的資源 能夠使出什麼樣的辦法 就一定要把他在這個共和黨 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使出來 因為對於特朗普來講 這次全國代表大會 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 也比較靠後的一個機會了 因為現在全國各項民調 對他來說都沒有什麼好消息 拜登一直都在領先於他 而且美國還進行了一個 專門的對疫情 對美國政府抗議 你是不是滿意 那麼在之前 特朗普成績還行吧 當然也沒到50% 有40%多 現在又下跌了13% 只有31%了 那包括他的個人支持率 也是在最近有兩個月 也是在不斷的下降 就因為抗議這件事情搞得太差了 然後我們也知道 因為美國疫情比較嚴重 所以前段時間 無論是民主黨和共和黨 都沒有太多的機會 在各地區面對面的拉票 所以這次全國代表大會 對特朗普來說 就是他一定要把握好的機會 但往往如果你太重視一件事 你就很可能會什麼呢 用力過猛 就會出現一種無所不用其極的情況 像剛才媒體已經關注到了 把白宮資源用成這樣 那史上也沒誰了 那同樣整個大會呢 特朗普是 當然我們必須要承認 特朗普的演講水平是超出拜登不少 畢竟他有這方面的底額 基礎挺好的 但是呢整個效果來講呢 就是過於的讓大家 心理上其實已經會出現了一種反感 好 我先給大家講一講 這次特朗普呢 他給大家描繪了怎麼樣的一個未來 首先啊 共和黨的理念還是 一定要繼續熱情地支持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戰略 美國優先政策 那這次呢 特朗普還專門說 我要為你而戰 那怎麼戰呢 首先就是就業方面 他許出了一個數字 說今後十個月要來打造 一千萬個美國就業崗位 我個人認為這個確實難度相當之大 那然後呢 他說他要給一些美國企業減稅 用這個辦法呢 讓美國企業就留在美國 那比如說不要再去中國投資了 這是一方面 再有呢就是外交方面 他又一次強調 今後的美國呢 不要再去替其他國家打仗了 而且如果說盟友 好 你們先給足夠的這個軍費 我們再去來替你們履行 保護盟友的一個義務 這也確實是特朗普執政三年半 一直以來是這樣做的 所以呢 把德國這樣重要盟友的 這個兵都撤回來了 另外就是對於移民的態度 依然是非常的強硬 首先對於非法移民 就有很多限制 禁止 打壓等等 那包括呢 未來新移民在美國 也不可能就是說 你生活不好 好 給你救濟 像以前啊 你可以領到一些福利 對不起 以後新移民必須要 自己自足 他都來迎合一些保守派的 另外在科技方面 美國呢 今後也是要成為世界上 第一個在月球要永久 有一些設施的國家 也要呢 第一個把人類送上火星等等 各種的雄心壯志都取下來了 特別是關於中國呢 特朗普也是放了很多的硬化 中國病毒這幾個字 不斷地從他嘴裡出來 所以基本上啊 特朗普的 在這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表現 那就是無比太高自己 然後大力去貶低對手 包括拜登 也包括他最近一段時間 一直用來做這個拉票神器的中國 都是用很大的力氣在進行打壓 所以呢 他是非常想把這次 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呢 辦成特朗普的一個大秀場 希望這次能夠幫他拉到一些選票 因為現在儘管說他的支持率呢 是比較低迷 但是他肯定還是寄望於什麼呀 就寄望於美國的選舉制度 你哪怕在全國這個普選票輸了 那美國還是選舉人團嘛 沒準最後呢 一些搖擺州啊 或者說整個的這個選舉人團的票 對他的支持 最終還是讓他有望連任 所以他一定要把握他認為的 一個非常關鍵的機會 就是這次大會 秀琴 沒錯 特朗普在頭一天呢 就急著現身在共和黨大會的現場 還要穩站這個西位呢 可以說把大會就炒成自己的個人秀 那吳女士 為什麼現在美國眾多媒體 都在點名批評這一次的共和黨大會 反而成為了集體的吹牛大會呢 你怎麼看 嗯 確實我剛才其實已經點到了 就是說當你太重視一個事情 一個場合的時候 你很可能就會用力過猛的效果 就是適得其反 美國媒體啊 現在真的是 讓特朗普非常的煩 因為不是一家媒體在找他的查 而是呢 你包括美聯社 CNN 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 這些都是美國的主流媒體 這幾家呢 在特朗普看來 非常討厭的媒體啊 最近搞了一個欄目叫什麼樣 事實核查 因為他們發現 就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召開的第一天 裡面的謊話 裡面的不實的信息 就相當於民主黨 整個四天的會議議程了 比方說你剛才提到的啊 這個在外面出訪 還要錄一個video 給特朗普駐鎮的蓬佩奧 他的講話裡面就有很多不實的地方 比如呢 他就說啊 特朗普是現在美國 唯一可以來對付中國 唯一可以來抗衡中國的一個領導人 還說呢 特朗普呢 是在中國 揭開了中國的一個面紗 因為說中國製造病毒 並且讓這個病毒散播到世界各地 那《紐約時報》就說 這實在是一種誤導 因為呢 這個病毒從中國 那畢竟過去一段時間 確實今年2月的時候呢 首先是在中國發現 當然不是說病毒就是源自中國 那麼之後是隨著洲際旅行 然後這個病毒到了世界各地 而且呢 《紐約時報》專門說了 後來呢 美國抗議不利 這個事情跟中國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覺得《紐約時報》 至少在這件事情上 它是一個良心媒體啊 那再有啊 《華盛頓郵報》呢 也是非常的狠 直接標題就用了什麼呢 說共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那就是謊言的海嘯啊 哇 這說明有大量的謊言 實在太澎湃了 那也很多家美國的媒體 都關注到呢 就是在經濟方面 共和黨一些人的表態 而且還是共和黨 一個比較著名的人物啊 他是白宮這個經濟委員會的主任 庫德洛 他說呢 當時特朗普 從前任手中接過的美國經濟 那是濱臨於什麼呢 就是絕境的邊緣啊 所以說特朗普非常牛 力挽狂瀾 事實是什麼樣呢 其實啊 關於經濟呢 都是有數字可查的 你看在2016年的時候 當時美國就業 每個月可以新增 19.3萬個崗位 而之後到了特朗普手裡 這個數字就降掉了 17萬多個 就業的減少 就意味著美國經濟的萎縮 所以呢 在經濟方面 共和黨也是在替特朗普說謊話 那還有就是 美國女性在各重要崗位上 就職人數 那特朗普夫人就說呢 特朗普任內是史上最高 但媒體馬上揭批說 無論奧巴馬還是克林頓的任內 都比特朗普用女性 用得要更多更公平 所以這次真的是被特朗普 他們搞成了一個吹牛大會 秀琴 對 所以恐怕大會上呢 說的再多的華麗語言 要強蓋住謊言是沒有用的 我們堅信呢 絕大部分的美國選民 恐怕這個眼睛還是血亮的 好 非常謝謝吳女士的分析 我是秀琴 感謝您今天收看了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